发言人以及各位媒体朋友 那由我来报告一下 那今天早上在院会报告的 主要的一个内容 那下一张 那由这里可以看出来 我目前处在全球 COVID-19疫情的第五波 那目前在第五波 是呈现出一个趋缓的一个趋势 但是呢 在我们所处的西太平洋地区 我们是处在一个高峰点 那因此呢 我们周遭的日韩 它的疫情还是持续在上升 那所以说我们的境外的 这些的威胁还是蛮大的 来下一张 那由这张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上一周的境外移入的病例的话 还是上升了将近7% 那我们 我们境外移入的这些病例当中 我们跟他来做定序的时候 可以发觉说有75% 都是 都是Omicron BA.5的这个变异株 那这个变异株 它主要是一个传播力比较强 那它本身呢 又有具有免疫的逃脱性 但是呢 它所造成的症状是比较轻微的 那我们在境外移入的病例当中 有75%是BA.5% 那这跟全球整体的一个监测的 这个比例是差不多 也都是75% 那我们国内本土的病例当中 我们也做了一些抽样来做定序 大概18%左右 是BA.5的变异株 下一张 那我们在上一周的病例数 本土的病例数 大概增加了7.7% 那由这里可以看得出来 大概是北部地区 这个上升的幅度比较多一些 那整体的话 那中重症的部分的话 那中重症的病例在上个礼拜 是上升的13% 但是死亡的病例是下降了11% 可以看出来我们目前国内的 这些本土国内的疫情 大概逐步的 有逐步的 大概渐渐有升温的这种现象出现了 那在今年我们整体的本土的病例 累积的500多万例当中 还是99.54% 都是属于没有症状或者是轻症的 那只有0.18%他死亡 所以说这目前看起来 这一波的这整个疫情的话 是比较算是比较 治病性比较弱 比较和缓的一个病毒 来下一张 那随着暑假即将结束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入境 不管是国人返国 或者是境外深入境的话 的数目都有增加 因此入境的人数都开始增加 那索性呢 那我们的团队呢 因应的还不错 所以说整个机场的作业 还算是顺畅 那随着 这个目前的国际的疫情 有稍微趋缓的这种现象 那同时呢 那有 不管是国人或境外深 逐步的返国造成 入境的人数增加 因此呢 我们对于检疫的这部分的措施 做了一些的调整 那8月15号的时候 就开始取消掉了 那取消掉了 登机之前需要20小时PCR检验证明的 这项的要求 那8月22号的时候 入境的总量管制 由4万人 等下也提升为5万人 那预计在9月1号的时候 那能够继续 继续放宽 这些入 检疫的措施 入境居家检疫还是3天 自主防疫还是4天 但是自主防疫 可以由原先的一人一户 改成一人一世的方式来 来处理 来下一章 那同时呢 因令学校即将开 即将开学 那教育部也拟定了 校园防疫的一个新的措施 那高中以下的话 那9月12号开始 大专院校的话 开学日的时候就开始 那 有症状 确诊者呢 还是要在居家照顾7天 没有症状的时候 就可以去上 就可以去上课了 但是他周遭的 他周遭的这些同班的老师 或者是同学的话 那学校会发给他们快筛试剂 如果快筛是阴性的话 那就可以到学校上课 那如果不放心的时候 还是可以请防疫假 那还是可以请防疫假 那以下一章 那医疗量能的部分的话 那我目前的话 目前的话 我们的国内的这些的病床 病床或者是集中检疫所 中央集中检疫所或加强型的防疫旅数 它的空床率还大概将近五成 那医院的部分 医院的部分也将近五成 然后儿童专责病床 或者儿童专责的ICU 它的空床数大概也是四成四 或者是六成六 所以说我们目前的 医疗需求的能量的部分的话 目前还是稳定的控制住 来下一章 那至于说整备快筛物资的话 快筛的四季的部分的话 那快筛实名序已经进入第四 一定进入第四轮 那这一轮比较特殊的是说 我们的民众一次可以去 直接就买十季 以前是只能买五季 那超商零舍的通路的 还是持续的维持 那对于0到6岁 这个实名制的发放 快筛四季的部分 也进入第三轮 那同时呢 我们对于住宿 或社区型照护机构 是著名的这些的免费 公费的定期的快筛 那这项措施 我们预计延长到9月30 此外呢 因为长者的话 他是一个感染 感染COVID-19的一个 重症高风险群 因此呢 引领现在疫情已经开始上升 那我们就规划 那提供这些的长者 他们免费的快筛的四季 那希望能够尽快 他们有症状的时候 能够筛减出来 那尽早的用药 那减少重症的发生 那预计在9月1号开始 针对65岁以上的长者 每个人在我们的 在我们的 在我们的快筛实名制的 这些的点的 发射点的话 每个人可以领取 5G的快免费快筛实际 这是一次性的 下一张 那同时呢 我们的疫苗接种的情形 到目前为止的话 呈现在这里 我们目前的 整体跟国际比起来 算是还是不错 但是我们觉得 我们在年长者 以及这些年 这些的中小学生 或者是幼儿的 这部分的话 他的接种率 尤其是 尤其是追加剂的 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觉得是 因应新一波的疫情 应该再加以提升 因此呢 我们现在也加强了 请医疗院所 加开夜间假日的 一个门诊 那同时呢 卫生单位也来设接种站 那同时也来催促 那学校呢 也进入学校的 这里面的调查 催促那安排 进入学校来接种 那我们的BNT 辉瑞的疫苗的部分的话 那预期在8月27号的时候 开始来提供 那给家长 来做多一个选择 来下一张 那我们接下来 现阶段的工作重点 当然是要加强的监视 那边境的部分 我们会很稳健的来评估 来逐步的 这些放宽这些措施 那疫苗的含高率 赶快来提升 那掌握医疗 及防疫物资的 这些的量能 那同时呢 也扩大快晒世纪的 供应 那希望能够 对于每一个感染者 能够给他 最短的时间之内 就能给他 给他药物 以上报告